作为核大国 CNN探访了这个神秘的合作战平台,让将军们带你逛逛美国战略司令部,媒体3月4日报道,一名美国战略司令部高级军官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采访时说,我们必须确保作为美利坚合众国我们有反击能力,且我们将向潜在的敌人展现此能力,他们需要考虑清楚是否要向我们实施打击,因为其面临的后果 可能是他们国家无法承受的,说简单点,如果你对我们开火,你的国家就将会从地图上消失,冷战时期美苏展开核军备竞赛,两国都研制出各种各样的核武器,以确保彻底毁灭对方 为了夺制苏联,美国在上世纪50年代,就开始研制小型核武器,随后诞生了W-54系列核弹,将重量仅20多公斤,爆炸威力,相当于1000吨TNT炸药的W-54核弹,装进特制的H-912型弹箱里,即美军所谓的便携式核武器SADM 为了夺制苏联,美国在上世纪50年代,就开始研制小型核武器,随后诞生了W-54系列核弹,将重量仅20多公斤,爆炸威力,相当于1000吨TNT炸药的W-54核弹,装进特制的H-912型弹箱里,即美军所谓的便携式核武器SADM 据法媒今年2月报道,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最新报告称,美国拥有近6800枚核弹头,大约是中国的,25倍甚至更多 美国国防部今年2月2日发布新版核态式评估报告,希望政府加大更新核武器投入,研发新型核武器,提高核威慑力 该报告还对中俄提出批评,称中国打算获得新的核能力,从而在西太平洋上挑战美国的利益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随后表示,中国始终支持最终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,恪守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 中国国防部也表示美国此报告是妄加揣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核武器